提起有钱人,大家想象的一定是拥有豪车、豪宅、消费奢侈品。 这在日本也并不例外,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时候, 由于资产泡沫的膨胀,几乎所有有钱人都争相购买房子、车子和奢侈品。 越贵的车子卖得越好,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而对于家里不差钱的日本大妈们而言,购买奢侈品则成了他们最大的乐趣。 当时众多的日本有钱人横扫美国、欧洲与大洋洲的奢侈品店, 形成了那个时代整个世界对日本人富有的印象。 时间过去了30年,和泡沫经济时代相比, 日本有钱人的消费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日本有钱人的奢侈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是飘在日本的老罗。 这期和大家聊一聊不同收入阶层的日本有钱人的奢侈形势, 希望你将来也早日成为有钱人。 先来看一看有钱人的定义。 一般日本人把年薪超过1000万日元以上的人认为是有钱人, 约合66万人民币, 能达到这样收入的人只占工作总人数的5%, 如果是年薪超过2000万, 则占工作人数的比例则会急剧降低为0.6%, 而年薪超过5000万的人不足0.1%, 而到了年薪超过1亿日元的水准, 全日本也仅有2万3千人。 先看一看年薪超过1000万日元的高收入人群, 一般大企业的科长或者中小企业的部长以上的级别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收入。 那么年薪1000万以上的收入能享受什么样的奢侈呢? 第一就是享受住在塔楼里的生活。 由于日本地震多发, 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都无法建造高层住宅, 后来由于防震技术的进步和住宅容积率的放宽, 1997年以后高层建筑才逐渐增多, 而塔楼无疑是高层建筑中的佼佼者, 因为塔楼不仅防震设施完善, 而且普遍建在靠近车站的商业区里, 交通方便, 购物便捷, 再加上自身的配套设施齐全, 拥有酒店式大堂, 24小时前台服务, 自习室和健身房等高档酒店的设施和服务, 使得住在塔楼成了身份的象征。 东京地区为例, 购买一套21厅的塔楼至少要在8000万日元以上, 约合530万人民币, 所以年薪1000万日元是住在塔楼的基本条件。 2.高档寿司店 来过日本的朋友一般都品尝过日本的回转寿司, 价格在100日元一盘的寿司已经很好吃, 而且经济实惠, 一般一个人消费2000日元即可享用。 但高档的寿司店则从来不是采用这种回转送餐的模式, 客人是直接坐在制作寿司大厨前面的吧台上, 客人们一边聊天喝酒, 一边享受专业寿司大厨的服务, 这是有钱人的一种生活情趣。 吃这样的一顿饭, 一个人大约要花2到3万日元, 而这种气氛, 尤其适合带女朋友或和朋友下属聚餐。 加上请客的费用, 一顿餐起码要5到6万日元, 也就是3500人民币以上, 所以没有年薪1000万日元的收入, 这样的消费很难承受。 三,会员制的酒吧或者饭店, 加入这样的酒吧或饭店一般需要有人介绍或者缴拿年费才能享用。 除了装潢烤酒, 料理做的色香味俱全等特色外, 最关键的卖点是客人的档次高, 年收超过1000万日元的有钱人, 往往更喜欢这种把自己可以跟普通人区别出来的气氛, 带女朋友下属或者比较重要的商业伙伴去这里, 会觉得非常有面子。 我曾经有过被老板带去这种饭店吃饭的经历, 先不说味道, 光提到会员制的餐厅就会有种高大上的感觉。 再来看看年薪2000万日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 大约和年薪130万人民币, 其实整个日本上市大企业的执行董事的平均收入 大约为2200万日元, 所以到了这个级别的人可以说是上班族中金领中的金领了, 或者是自己当老板的人了。 那他们能享受的设置方式是什么呢? 一,高级俱乐部。 东京的银座或者六本木有很多这样的高级俱乐部, 一般会有女性专业陪酒, 陪唱歌, 陪聊天。 如果一个人在那喝闷酒, 也许两三万日元也可以解决, 但是如果和朋友或者商业伙伴一起去喝酒, 一晚上消费十万日元很正常, 所以只有雄厚财力才能经常享受其中的乐趣。 我曾经在六本木被朋友带去过一次这种档次的俱乐部, 虽然自己也算得上大企业的中层, 但和周围消费豪爽的客人相比, 被感囊中羞涩,有一种深深被鄙视的感觉。 2. 购买高级手表或者豪车。 劳力士的手表价格一般在一百万日元以上, 如果是限定版的话, 甚至要高达五百万日元。 我有一次在面向大企业中层的研修班中, 就遇到了两个人因为带同一款限定版劳力士而互相吹捧的尴尬场景。 而到提到豪车, 以有钱人喜爱的保洁式卡延安为例, 在日本的价格为一千万日元到两千万日元, 而且保养费比一般的日系车要高好几倍。 这对于一千万日元年薪收入的人来说还是很难以承受, 而若年薪超过两千万日元则会比较轻松。 3. 出行乘坐出租车。 大家可能听说过日本的出租车极贵, 因此在日本打低可以说是奢侈消费, 但对于年收超过两千万日元的人, 换算成时薪的话会每小时超过一万日元。 相比于乘坐电车, 考虑到走到电车及吃电车的时间, 还不如打低来的划算。 再加上日本的高级公寓, 24小时前台服务可以帮忙预约出租车, 方便享受一出电梯就坐上出租车的酒店式生活。 而且相比坐电车, 被感冒, 流感, 感染的风险也会降低很多。 再来看一看年薪超过五千万日元的人群, 约合年薪三百三十万人民币。 东京证交所一部, 这样大企业集中的公司的社长们的平均工资, 也只有五千万日元左右。 可以说能达到这样阶层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大企业的执行董事或者老板, 还有最近成功的金融IT领域的新贵们属于这样的行列。 那么他们能享受什么样的奢侈呢? 一, 做风险投资。 其实年薪超过两千万日元以后, 普通消费已经不能带来更大的乐趣了, 而多余的钱与其趴在银行里没有任何利息, 不如投给初创型企业。 而如果初创企业做得成功的话, 不仅能收到更大的回报, 而且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工作, 被年轻人感谢, 本身也就非常有成就感。 再加上能接触到跟自己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 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二, 拥有第二套房子。 这里指的第二套房子是完全用于自住的, 而不是为了投资。 比如平时住在东京的话, 可以在大阪或京都拥有另一套房子, 或者在清景泽这样的避暑和滑雪圣地拥有一套别墅。 当然维持另一套房屋在日本不仅意味着高昂的税费成本, 而且定期请保姆或者小施工来打扫卫生, 每个月增加几十万日元的维护成本也很正常。 三, 跟名人一起吃饭。 能达到这样年薪的人, 往往是大企业的董事或者成功的老板了, 是精英中的精英。 只身于自住的圈子的人, 经常会有各种人际关系应酬, 而与政治经济圈和演艺界的明星交往等, 也变得更加家常便饭, 这样的生活往往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最后看一下年薪超过一亿日元的人群, 约合年薪670万人民币。 能达到这样年薪的人少之又少, 只有日本知名企业的执行董事以上的人, 或者非常成功的老板。 那他们能拥有什么样的奢侈呢? 一, 属于自己的专用司机。 雇用一个司机的成本最少也要一年500万日元, 甚至1000万日元。 而专属司机配豪车也是一种基本搭配模式。 其实相比较打低这种高效、高性价比的奢侈, 配专属司机本身就是在显示自己真的不差钱了。 当然日本大企业一般, 执行董事以上级别也会陪有专属司机, 这些人属于例外。 二, 购买名画。 名画一直都是有钱人玩的一种奢侈品。 对于经常举办家庭party的老板而言, 家里能有几张名画坐镇的话, 不仅能增加品位彰显气质, 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 名画远比货币更加保值增值。 三, 开自己的饭店。 年薪一亿日元以上的人, 每年光交纳税费就会高达5000万日元。 而开一个只属于自己的饭店, 成本大约在2000万日元左右, 这样不仅可以给自己一个独自享受的空间, 还能合理的避税, 这种方式在日本有钱人当中也非常常见。 好的, 以上就是根据老罗的经验和了解的信息, 按照不同的年薪程度整理出日本有钱人生活的奢侈方式, 内容纯属于乐性质。 我是飘在日本的老罗, 我会定期分享关于日本文化、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